误极 杜如慧房玄陵长孙无忌陈耀金 看着他的目光更古怪 这小子回去怕是要被他爹恍恍打死吧 堂堂丞相家长公子干起伤骨的事不说 关键呢还赔了 瞧他这样子估计没少赔 不 不可能啊 裴律师感觉有点头晕 扶着额头 喃喃自语道 这么好的白烟 怎么可能只卖二百文一件 比青烟还要便宜一百文 朝廷疯了 我的货怎么办 我可是回购了一万多金呢 听到这话 四个人忍不住的倒些了口凉气 你他妈还真敢收我 一万多金 房玄陵忍不住的道 裴公子 你多少钱收的 裴律师心乱如麻道 没多少 五百文一斤 从百姓手里收回来的 四个人吓了一跳 果然是人如其名 赔个彻底啊 杜如慧迟疑了一下 说道 裴公子 容在家多嘴问一句 你收一万金白烟花费的钱 哪里来的 裴律师恍惚道 我把家里的地气填气抵押给别人 换来的钱 听到这一话 四个人都沉默了 你们说 我该怎么办 裴律师哭得心都有了 这次 你也定是裴了 也不是没办法 程耀尖沉言道 你现在去西市 在第三条道往右转 找右手边的第三个铺子 说不定那家店能帮你一把 裴律师眼眸一亮 他是干什么的 程耀金门声道 买棺材的 裴律师无语啊 你就别拿我开涮了 裴律师急了 拱手哭哈哈的道 四位伯父 你们就赶紧给我出一个主意吧 让我渡过这个难关吧 不然我回去 一定要被我爹打死的 与其回去被我爹打死 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在这儿痛快 杜如慧一脸无语 谁让你没事干伤苦的活 好好念书不行吗 想的什么外门邪道 不过杜如慧还是低头思索起来 裴律师这样子 不给他想个办法 恐怕他真要一头撞死在这儿 那他爹裴律师不得跟自己拼命 才有鬼了 杜如慧沉吟片刻道 裴公子 其实 唯一天之际 你只能把货物运出长安城 在经济之地贩卖 皇家严氏刚刚在长安城售卖 其他的地方肯定还未有白盐 若是在其他地方售卖的话 一罐钱一斤出手 并非不可能 裴律师眼眸一亮 这个办法不错 杜伯父 小智先去了 若是卖了钱 天天分你一份 说吧 他扛着眼 狂奔着去找封严到 萧瑞 陈正德三人 一定要赶紧约出长安 一定要在事发之前 把手里的上万斤白盐 全部出手 不然老爹知道消息 非打死自己不可 这个裴公子 杜如慧哭笑不得 一阵摇头道 跟裴丞相 完全是两样人 换作是老夫的儿子 打不死他 房玄灵溪吁道 不过 白盐二百文一斤 着实出乎意料 小皇帝陛下 这是打算赔本做买卖 二百文一斤的白盐 不赔才怪了 但不得不说 这样的卖法 绝对不可能有人去买青盐 有质量更好的白盐 而且还比青盐更便宜 是个人呢 都知道该怎么选择 张孙无忌摇头道 恐怕陛下之意 是要跟五星期望斗到底了 七块石碑如此 此次也是如此 陛下所思所想 恐怕根本就不在乎 前堂得失 更在乎 能不能压住五星期望 其他三个人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这一点呢 大家都看得出来 房玄龄有些担忧道 但这样一来 朝廷财政 能撑得住吗 张孙无忌 杜如慧 苦笑了一声 朝廷本就缺险 现在又赔本做买卖 怎么可能撑得住 程妖金叹了口气道 陛下这胡闹的手段呢 千古一决 再者说 就依照陛下 前刚独断的性子 就算是把话说明白了 他也不会听的 咱们呢 还是喝酒 天塌了 还有吴上皇点着呢 不是 杜如慧无奈道 希望吴上皇 早知道消息吧 说着 四人再次回到府中 继续研究 然而没多久 周年管家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小声在杜如慧耳畔 说了几句话 什么 杜如慧蹭了一下站起身 难以置信呢 全都没了 周年管家点了点头 不仅没了 人也被带走了 这可裴公子啊 杜如慧扶着额头 一阵无语 房玄灵好奇道 怎么了 杜如慧语气古怪道 管家刚才说 裴公子带着人 打算将白眼运出长安城 结果刚到明德门 就被皇宫侍卫给拦住了 上万斤的白眼 全部没收 裴公子也被皇宫侍卫带走 恐怕 是去见小皇帝陛下了 房玄灵长 孙无忌无缘 承耀金哭笑不得道 老夫说什么来着 就该让他去西市 买一具棺材得了 现在呀 真是血本乌龟了 韩光门城墙上 李太坐在湖凳上 一边刻着瓜子 一边眼睛眨眨着 看向面前四个灰头土脸的 年轻世子 乃生乃气道 你就是裴律师 裴丞相的儿子 裴律师哭丧着脸道 臣裴律师 见过陛下 李太眨眼道 收购白眼 打算低买高卖的主意 是你想的 裴律师欲哭无泪道 是陈小的 李太后启祷 我听审恋说 从你们这里 查获了上万斤白眼 你们五百文一斤收购的话 那也得有小一万贯的本钱 你们的钱从哪里来的 裴律师颤声道 我们四个人 从家里偷了地气填气 抵押给了别人 然后用这些钱 收购白眼 李太服气了 牛批啊 咱们一天心不疼 你不被你爹打死 才有鬼呢 李建成李二 李元吉 同样目光古怪的 看着他们 心中一阵兴兴 幸好家里啊 没这样的内子 不然打死都难解心头之恨 而此时 方年道有些害怕的道 陛下 我们会入狱吗 裴律师 萧瑞 陈整得浑身一阵 惊慌失措地看着李太 裴钱就罢了 若是再被整得入狱 那全家的颜面 都要彻底丢尽 老爹他们 都无法在朝堂上立足了 李太挥了挥肉糊的小手 笑容和善道 肯定不会叫你们入狱的 毕竟你们父亲 都是朝堂重臣 这个面子 我是一定要给的 不过 那上万斤的白盐 是不能退还给你们 有意见吗 裴律师 萧瑞 陈整得 风言道 连忙摇了摇头 一口同声道 陈 吴义 李太 李太一脸认真道 另外 你们是找谁借的钱 我让审恋带人 跟你们一起去找他 竟然敢收你们的天气地气做底呀 简直是太岁头上冻土啊 不知道你们的父亲在朝中是什么地位吗 说着 李太偏头看了一眼审恋 声音稚嫩道 审恋 记住了 找到那些人以后 把天气地气都收回来 算一算 具体到底值多少钱 然后折价 再让裴丞相他们赎回去 陪律师四个人 竖起耳朵 开始越听越激动 以为李太呀 要帮他们把天气地气交换给他们 直到听见李太 竟然又让他们家里人折价再赎回 脸色顿时就垮了下来 李建成听得皱眉道 陛下 再让他们家里人赎回去 是不是不太好啊 那地气 田气 都是钱 难道要我白给他们 李太连嘴露出一口的白牙道 就让裴丞相他们半价赎回去 给定个期限 三日之内没赎回去的 那些地气 田气 就归朝廷所有 由朝廷拍卖 卖出去的钱 一律充功 你们回去 要原话告知你们的父亲 知道吗 裴律师封言道 萧瑞陈正德 哭都哭不出来 只得点了点头 比原吉同情地 看着脸色煞白的裴律师此人 可怜呢 落到谁手里不好 偏偏落在李太手里 就是不知道 你们这些人回去以后 会不会被你们的爹 恍惚给打死 等到他们四肢发颤离去后 李太嘴嘴道 你们说 裴丞相是怎么生出 这么个混账儿子 胡闹得可以呀 李建成里二里原吉 目光悠悠地看着他 你不胡闹吗 他们和你比那是小屋见大屋 虽然话得喉咙 三个人却没敢说出来 毕竟李太不仅会胡闹 更会整人 被他惦记上就惨了 三人拼头看下程翔之下 本来身影见少了些许的宫门外 此时人影再次越聚越多 经过李太让沈恋差人 在各个方式宣传白岩价格的消息后 长安百姓们疯狂了 而此时 皇家岩市开张 白岩一斤二百文 彻底轰动长安 原本已经打算去买半价青年的人 此时激动难耐地又跑了回来 白岩一斤二百文 比青年整整便宜了一百文 没有色口味的白岩 竟然价格定得这么低 谁还会去贩卖半价青年的盐店呢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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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